中文字幕 李宗盛 像我们当年 不要再抗战一起 跟日本打仗一起 普通的看到邱家人 某某诗 比如洪亮诗 秦政诗已经了不起了 什么秦政法诗 这个就很严重 没有几个可以叫法师 现在呀 整体头一光明 他叫法师 那就是没有法的法师了 头上无法的法师 这是主要的 是法师 也就是 阿塞里的一个称号 阿塞里教授师 教授两个人出在附近的戒律方面 大学里是教授 教授师就是阿塞里 大阿塞里 大教授师 称法师 现在都预备了 我想向大阳书法准备说了 昨天你们看了白症那几句 你们同学背来了没有 黑板学出来 那么白症法师当场的说法怎么样 本人不在讲 不知道 我们小时候看到 才中大师说啥 你听啊 桌上 连光都要 重头更车 体路正常 不知万字 好像成真实一样啊 啊 生生无人 半字月轻 巴黎旺月 即如如佛 下周 我这马 听了半天 不要再告诉我 等于我年轻的时候 就跑到 马老师徒弟 是听些大法师讲证 讲一部证 举时我闻四个字 讲了一个礼拜 什么叫做如 如是这个 应这么要读 如是什么意思 要是如来如法 反正一大杯 啊 听到下面 像我那个时候 二十九世 很想找个复发 这个什么东西 越听越想睡觉 他讲的我都听懂了 但是做的都没有必要 还有一个如日 一个如日 讲了两天 如是 数日讲了半天 一个如日 发挥了很多 一个王子 这种讲真 方式 在一百年前还可以 因为教育不普及嘛 你这样一个字 就国王相扩养 慢慢展示 表示 学问都 那个法师讲得好 大家都不懂嘛 下面听经的人呢 知识程度 什么程度啊 斗大的字啊 不过认识 一个把两个的人嘛 你这样讲可以 你高度知识 分子听你这样讲 哎呀 太受不了了 所以啊 每个庙子呢 开始都让多很多 将来的 但是都是年级大的 最后呢 剩下来每个庙子啊 都是几个老太婆 所以我就批评 每一个副教的庙子 一进来一看 男 男 女的多于男的 老的多于少的 最后剩下来 五六个老太太 经常来的 都是这次 一到了 帖居教堂 基督教堂 我一看都是年轻的 而且都是讲阳文的 而且每个活活活活活的 到了佛教庙子 看每个死成城的 都是老太婆 然后都 不是说老太婆 不对啊 他自然就像一个木器 就是要太阳下山 那个味道 你 你就apa事 我使你 是 一点